今天这一集的爱尔文Podcast节目是由听众匿名者 Gary,小悦尔,Oliver,星耀,以及威的嘎嘎共同赞助直播 感谢大家用行动来支持我们的爱草们 让我们这个Podcast节目可以一直的做下去 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 祝大家星期一早上上班上课愉快 每天都要来一杯 冰拿铁 嗨,大家好,我是爱尔文 我是吴依 欢迎收听爱尔文这个Podcast节目第二季,第二十九集 九尾的冰拿铁 除了九尾的冰拿铁之外,还有九尾的生豆豉 呀,票票 所以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集吗 因为刚好这个月是水瓶座的月份嘛 对啊,1月22到2月19吧,好像 所以就分享一下,到下个月 哎,下礼拜还有吗 不要问我星座,我对星座一窍不同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这次刚好是我们这次去澳洲的时候 某位非常非常棒的爱草送的 我直接傻眼,因为我已经想说我们这次去澳洲的时候,我只带他去一间公仔店看 然后进去公仔店之后啊,然后也没有看到生豆豉什么东西嘛 然后我们这次去outlet基本上也没有买太多的东西回来 基本上我已经不抱期望了,老实说 对,结果就在最后一天,我们要回来的前一天 我们跟在澳洲的一位爱草一起吃饭 基本上也是我朋友啦,因为十多年前我们其实就已经认识了 对,只是后来他有在看我们的节目啊 然后他跟他另外一半都有成为爱草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想说这次我们就相约在墨尔本一起吃个饭 结果吃饭了之后,他竟然给我来一个大包小包耶 对,我有点吓到 因为那天好像刚好是1月31号 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是无一生日记的最后一天的礼物 我自己都想说,不是过了吗 而且不只这一只哦,他带了三个公仔的盒子来 除了这一只之外,还有一个碎神 对,让我用双形态,太棒了 然后还有另外一只叫什么 呃,是魔神英雄传的,是另外一个的 就是公仔,对 我就想说,你们各位爱草们 你们真的是要搞清楚主跟富耶 哈哈不要喧宾夺主呢 什么叫主跟富,我是主啊 我是富,爱尔文的生活频道爱尔文是富是不是 对啊,他说他是那个无一的 诶,我的废片频道叫什么 哈哈哈哈,我忘记名字了 他加那个的啊 那个是爱尔文的生活废片频道之五一 四角 之五一的人为艺术频道 那个是后面的 那个才是你的频道 结果想说,哇哩咧 真的是大丰收耶 瞬间我原本帮他准备一个大 超大的行李箱30寸的哦 因为想说我这次有帮他换一个国际线的行李箱 我们大概下个礼拜就会知道了 我原本想说那个行李箱这么大 这是很空虚,什么都没有 对,因为没有买太多东西 结果回来说他整个大丰收到行李箱里面几乎快不够放 还好我那个行李箱很给力 对,我真的觉得还好这次是带那个行李箱 如果是带之前的小黄的话 我真的没办法安然无事的把这两个 就八角完成的把他带回来 对,因为他里面分成分的很好 对,这个行李箱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了 所以很感谢这一家行李箱他们 赞助我们行李箱 也谢谢这位艾草 对 真的太棒了 好啦,就水瓶座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而且他还有跟我分享说 澳洲有四家玩具店有卖 我们下次去的之前 记得要先帮我问好 好啦,OK 今天是2023年的12月13号 大家在收听的当下 听说今天也是开学日 该来的总是会来 大家就坦然面对吧 好像有点 久了这个名词 对,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有点久远 毕竟原本我们真的不知道是开学日 是因为今天这一集的留言里面 有好几位都有提到说 今天是开学日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今天是开学日 不是早就该开学了吗 不知道 但是说真的啦 迟早你们也是会到我这一把年纪 或者是 有你那一把年纪 你闭嘴 没有是不是 到我这把年纪 你就会开始怀念开学的日子 也还好啊 以前当学生我也不会怀念开学日子啊 当学生的时候 对啊,为什么会怀念开学日子 我自己到了这个年纪之后 会回想那时候的状态 你说当学生的状态 对啊,当学生啊 当你会这样想的时候就代表你真的老了 不是,你就开学日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就是又可以跟同学们打混在一起啊 放假的时候也可以啊 放假比较少你知道开学日就是那种逼迫大家要每天八个小时聚集在一起 会不会是因为你们那里彼此都住比较远 哦,有可能,你们住比较近 所以我现在其实还蛮怀念开学这件事情 就一开学 大家就是回到教室里面 然后抢位置坐 然后谁要坐谁的旁边 然后开始连续好奇个月 每天相处在一起的这种 你确定别人想要跟你每天相处那么久吗 我是觉得学生的时光蛮快乐 我听凯旋好像没有这种感觉 他觉得你很烦 哈哈哈 你问他 我现在如果今天我不在的话 他一定会很怀念 也是 毕竟没有我这个人物存在的话 他们的学生哪有那么多回忆啊 好像他们也是这样说 没错 到现在我们都 就是 善事好奇了 哈哈哈 开始会抖了是不是 每次那个同学会里面 我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因为我就是创造回忆机 我在年少轻狂的时候会做很多 等我有机会再接触到你高中同学的时候就知道了 嗯 所以各位你们就好好的珍惜吧 虽然说很难了 而且讲这种话的时候 有一点像以老卖老的感觉 就是啊 对 可是你不觉得人都是这样子吗 就是你要经历过那段时间之后 等你逝去的那段时间之后 你才会懂得珍惜那段时间 所以当初有些长辈 一定也都跟我们讲过一样的话 对 可是就是已经来不及了 当学生最幸福了啦 对 听到这种话的时候翻白眼 谁要给你当学生 然后赶快出去打购 现在想想还真蛮幸福的 哈哈哈 如果现在让我再回到学生时期 我觉得我会做很多很不一样的决定 跟态度上面的转变 哦那是一定的啊 对 以前我在澳洲念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们班上的年年龄层 就有点层次不齐 嗯 就是有那种就是高中毕业之后 来上大学 像我这一种 然后也有一些是 二三十岁或三十几岁的人 然后回来念大学的这一种 就是有些经历过一些社会历练以后 再回来的 对 其实你就看得出来 像那个态度上面 真的差异非常非常的大 他们就是会非常非常专注 住在课业上面会专心的听老师讲课啊 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这种就是扮演一个屁孩的角色 就是花钱的去上大学 然后还在那边上课睡觉啊 要不然就是做别的事情啊 不专心上课之类的 通常好像都是这样啊 我们班级其实是有那种 比较老的在回来念的啊 嗯 就看人家真的很认真 对啊 对啊 跟我们这种应届就是 就是不一样 认真度不太一样 所以你看 我们就是因为被这个社会的框架给绑架住了 就是你到什么年纪的时候就要做什么事情 你就要去上大学 你就要去选什么 所以我们被规定于要这样做的时候 就好像比较不情愿去 可是当你过了那段时间 叛逆嘛 对叛逆期 可是过了那段时期之后 如果我现在再回去念书 我一定好好的念 才会发现那个对自己真的很重要 对 所以一切都来不及了 那各位就好好的认真上课吧 时间真的会在你不知不觉中 就这样子失去 等你意识过来的时候 你就到了我这个年纪 就是大家眼里所谓的大人 天啊你今天怎么能一直在讲这个 哈哈 你以前一直说你自己是屁孩 我说刚认识他的时候啦 你也不想 你刚认识我的时候是几十年 十几年前的事情 对啊一直讲到永远不会长大一样 对 现在我也意识到自己已经 现在听你讲这样 我会觉得有点感慨怎么办 唉算了啦 所以同学们加油吧 开学愉快 那上个礼拜我们在频道上 星期一样是podcast嘛 那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的是 五一第一次去澳洲 对澳洲的印象如何 那礼拜四我们发布的是 今年的除夕夜 五弟跟五一 他们一起来我家吃年 一番之后互相伤害的一个过程 有互相伤害吗 嗯 好啦 今年可能我没有被伤害的太重 对啊 你好意思说你被伤害 唉 毕竟过去十年都是我被残害 过去十年也还好吧 我们开始包红包 也不是最近几年的事吗 嗯没有 反正我被残害的很严重 屁 然后礼拜六我先安插了一则进来 就是礼拜六是台湾灯会的影片 因为有时效系 对这比较时效系 因为它只有到2月19号 所以我想说我先发布出来 那如果说有兴趣的人 就可以先来台北这边逛一逛 如果对台湾灯会有兴趣的话 我听说这两天好像人爆炸多 一定的啊 这两天又天气好 又是周末 各个现实的人都会涌入啊 我们那天人潮已经算多了 但是逛起来也算舒服 我很好奇这两天 我们那天只有四分之一的人 对 因为他的容流人数是21万人 我们那一天大概是5万人嘛 对 所以大概是25%左右 所以我一直很好奇 因为Jeff也在影片下面留言讲说 他那一天礼拜六的时候 有去国父纪念馆那里拿东西 他说人已经爆炸多 对啊你想想看 我们那天的人潮这多两倍三倍 会很可怕 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 刚好就是一个 比较舒适的人流 其实应该是跨年的人潮吧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就是 如果你人在台北的话 其实你就尽量选择在一个 对平日的时候 我们刚好错开嘛 有一个分流 那周末的时候 就留给外星室的人来去逛 因为周末的时间 大概也比较好 去外星室逛一逛 但是时间也不多了 因为他只到2月19号 就是下个礼拜天 不知道会不会延长 有这种事情吗 没有啊 我只是说不知道啊 应该没有吧 这种通常说好 就是固定的了 对但是在影片里面 要先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就是 五一认为是蜻蜓的那个东西 有人加一了 终于有人加一了 就是他有一个主灯 是那个兔兔嘛 这个大家都没有任何的疑虑 但是副灯的地方 就是在主灯的旁边 五一说 我以为那个是蜻蜓 然后我就信誓旦旦的跟他讲说 这个就是蜻蜓咸啊 然后你也错 对结果我也错了 似乎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就是百分之 一百 我就是错了 看频道大家应该是觉得两个笨蛋 对 可是我有理由啊 毕竟我不是台湾人 你这理由用很久了 你要不要换一个理由啊 在我没有拿到台湾身份证之前 我都可以用这个借口 这什么东西啊 结果那一只动物 它是台湾蜺蜴 然后我就上网去找了 一些台湾蜺蜴 所以我去google哦 出来的照片我讲说 哎 这不是蜻蜴蜴吗 然后我再找一下 是长很像是不是 长很像 他们两个真的长得很像 就是你可能要 可能以后 以前上课的时候 有专心听老师讲课 还是什么 可能就会比较分的出来 就比如说 蜻蜴蜴 还是台湾蜴蜴 肚子那边是蓝的 有一只是前面的地方 那嘴巴的地方是红色 另外一只的话是 他可能比较多的部分是红色的 然后还有尾巴 可能有带有白色 或没有带有白色之类的 恩变了吧 对我来说是蛮难的啦 艾草都这么聪明 呃 我觉得就是知道的人 就是会知道 那我就是 当上了一课这样子 所以以后要讲之前 我们还是先去下面 看那个小板板 看它上面写是台湾蜴蜴 还是蓝蜴蜴 你那时候是直接 很理直气壮的叮我诶 对啊 你根本也没有想要看啊 因为他就很明显啊 很明显错啦 我觉得可以讲得出 蓝蜴蜴 应该也不错 厉害了吧 蓝蜴蜴也算是跟台湾 蛮有代表性的鸟类之一啊 没有 你就是错了 不要不要多嘴 好啦好啦 我错了 就傻傻分不清楚 那说到台湾灯节 我那天刚好 我们有在讨论一下嘛 后来 我有再回来的时候 大概上网看一下 就跟大家补充一点点资料 如果说大家可能对台湾灯节不太了解的话 或者是给国外的艾草补充的资料 其实这个灯会 台湾灯节 它是在1990年就开始举办了 那原本它举办的地方是只有在台北 这边来去举办 就是台北灯会 那早期就是固定的是在中正纪念堂这里来去举办 然后到了2001年之后 它才开始到各个县市上面来去举办 然后在2003年开始正式的把它改名为台湾灯会 就变成是一个全国性的活动 然后2011年开始的时候 是开始有那个交接的仪式 所以以前是只有台北才有灯会 我不确定是不是其他的先知 也有举办自己的灯会这些 但是在2000年以前的时候 是固定只有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 对因为我小时候看灯会 的确都是在中正纪念堂 是哦你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哦 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 你在你妈肚子里面18年 临视比较聪慧一点 从肚子看出去肚脐眼 还有印象就对了 对还有点印象 你包有前世的记忆 反正就是以前好像只有在中正纪念堂 我也不太记得其他地方有 就像以前跨年 好像也是从台北开始 跨年活动 所以以前的跨年活动 其他先知是没有 现在是各个先知都有自己的 跨年活动开始有 好像也是从1999年才开始有吧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了 因为以前为什么我会记得是1999年 因为那时候就是千禧年 对2000年 对啊要跨 比较有代表性 就不知道为什么开始 就开始有说会有跨年活动 要不然以前 我不太记得 跨年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你以后要讲要补充这种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提前先告诉我吗 不要搞得好像我们两个人很智障 我可以先做一些功课 因为我就是用我的印象去讲而已啊 哦 可是观众也可以补充了 毕竟那时候我们真的 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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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有可能还是个瘦筋卵之类的 哈哈哈 不知道也是正常的好不好 好了 所以这一次 今年在台北办的这个台湾灯会 他是睽違了23年之后 再一次的回到台湾 呃台北这里来去举办 啊 然后我就天真的以为是 因为我那天还问五一 其实那一段有剪掉 我就想说哎 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就想说哎 台湾是有23个县市吗 就是这样轮流办下来 嗯 结果我查了一下 才知道原来不是 他其实 比如说好了 像呃高雄 他就办了三次 然后台南就办了 也是办了三次 有些地方应该是没有办过吧 像金门应该不太可能 花莲台东 澎湖金门跟连江县都没有办过 嗯 对 其他的台湾的灯会 其实其他的县市 都有办过一次或两次 应该是因为交通比较不方便吧 哦台中也办了三次 哦 对 所以我 他应该不是就是轮着来办了 他就是 我也不知道还是怎么 怎么去决定说明年度 要在哪里办这样子 有可能中央跟地方有协调过啦 嗯 所以就是1990年到2000年的时候 都是在台北市举办 然后经过了这23年之后 再一次在2023年之后回到举办 所以算是一个蛮特别的 再一次回到台北来举办了 这一次也办的蛮大型的 而且是办在信义区 然后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就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 原本2021年的台湾灯会是要在新竹市举办的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停办了 哦就这样就没办了 对 所以就是历史上面 就从1990年有台湾灯会开始 一直到现在有一届是没有办 就是在疫情期间 嗯 也算是一个蛮有记忆点的 那如果说大家好奇说明年的灯会会在哪里的话 2024年的台湾灯会会是在台南市举办 然后2025年的话会是在桃园市举办 他们已经订到这么远了 应该是吧 就可能有点像奥运这样子 就是已经先 先预库两散也之后 对 也对了 因为毕竟前置作业应该也是要蛮久的 预算可能也是要拼比较久一点 也是 因为办理一次台湾灯会耗值蛮大的哦 但是观光效应应该也是蛮大的啦 对啊 你看最近那么多人 对啊 所以2023年2月5号到2月19号是台湾灯节在台北 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 除了主灯和副灯之外 其实周围还有很多其他的城市造景啊 或者其他的灯饰 也都可以来去逛一逛 因为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像我们影片当中其实就没有带到 那个大剧带后面的那一边 其实还有一大剧 听说那一曲也很好逛 嗯 对 但是那一曲我们就错过了 那天我们是往国富金灵馆那边来去走 那比较特别的应该就是 很多人想要看了光耀未来 就是全年合作的这一个 那这个的话 大家就记得提前先去预约 虽然说现在再上去预约可能已经满了 大家可以碰碰圆气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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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爱尔文这个Podcast节目第二任期第29集 我是爱尔文 我是吴依 这个礼拜的耳文事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吴依对婆家的印象 上个礼拜在Podcast节目当中 我们让吴依分享的是他对于澳洲整体的印象 文化的才艺等等的这一些 那也跟大家先预告一下 这个礼拜二我们会加码发一部影片 就是澳洲的影片差不多开始连载了 礼拜二就要开始发澳洲的影片了 因为原本礼拜二要发的那部影片 是在礼拜六要发的 我已经剪好了啦 是这样子喔 对 然后礼拜六就变成换成台湾灯会的影片嘛 所以我觉得就反正已经剪好了 就提前让大家看 所以礼拜二就是爱妈料裤子的影片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要先从台湾整理行李开始 我们来验收一下 吴依他整理行李的那个行李整理术 有没有进步 不是一直都很完美吗 沉默个屁啊 所以礼拜二会加码发布一支影片 所以今天吴依是足Key的 这次需要从吴依除了见公婆 就是我爸我妈之外 还有爱姐啊 然后我姐夫还有小外甥女之外 其实他还见了我几乎所有的亲戚们了 因为我们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聚会嘛 毕竟我们去的事情刚好也是过年 然后我又跟我表姐他们算蛮亲的 就是相较于爸爸那边的亲戚 我跟我妈妈那边的亲戚是比较亲的 亲很多 所以我们就是也很久没有见面了啦 所以我们就安排一些聚会这样子 还有青梅竹马啊 就是有稍微见一下 我妈好朋友的女儿 几乎都见光了吧 几乎啦 他把我压力拉超满耶 哪有什么压力 你是 没有啦 我说对啦 见之前有啦 见之后没有啦 对 所以他这次是连我的 有没有想说只是见爸妈而已 没有啊 这次是连我的阿姨们啊 我的仪仗啊 我的各个表姐们啊 我的什么表姐夫 然后表嫂表哥们 然后表弟全部的见光光 我想说怎么那么多人 对 这真的很多人 大大小小的聚会 所以今天就来好好的讲一讲你对于 我们家人的印象 我们家人的印象 perfect啊 十分 你要好好讲哦 真的是印象啊 就完美 哦 当然有一点点的事情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而已啊 哦 毕竟我不要姐会听Podcast嘛 对 好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我爸妈啦 因为毕竟我们酒店都是住在我爸妈家嘛 其实我觉得你们家人都很有特点 例如 都 还蛮drama的嘛 有drama吗 我们应该是说 你这样听 这样讲可以吗 应该还好 应该是说 你看到我们的相处的情况已经是 就是我们因为真的很熟 所以你知道相处起来不会有那种什么尴尬啊 还是远亲的那种尴尬感 嗯 就是一了解来都是那种 就是噼里啪啦 直接来的那种 像我们第一个见到是艾姐嘛 嗯 其实他也比我想象中的好相处很多 哦 对啊 要不然你原本以为他很难相处是不是 不是也没到很难相处 可是因为毕竟不熟嘛 我们之前没讲过话啊 嗯 总是会怕比较多尴尬 但是他其实我觉得他也还蛮幽默的 像我们去那个家庭旅行的时候 嗯 好像我们在讨论什么兔年的事情 嗯 就他就突然忍不放松 哦对了无疑 那个podcast我有听呢 就是有一些我们在叮她的 叮她属兔的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说48岁那个 你是说 反正就是那一局啊 我姐没有48岁OK 对对对她没有 艾姐没有 艾姐很年轻 她才24岁而已 哦 对害我到时候 哈哈哈哈那是开玩笑的啦 都节目效果 哦哦 对反正就是人人真的很棒 而且我觉得他也很贴心啊 因为像你们家讲话啊 你们都很自然会用马来枪 马来西亚枪哦对对对对 可是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觉得他会比较修正 就跟你一样啊 不是对他也会 不是他也会转换啊 对他也是会稍微转一下下 对啊对啊 要不然有时候你们真的讲太快 我真的有时候会 听不不 或者听错 像有一次我不是分享过吗 你妈讲那个啊 说什么哦我等一下带黑娜回家抽烟先 我想说哇马来西亚教育那么开放 哈哈哈哈 黑娜是我的小外生女 一岁多的小外生女 就我说你妈 为什么要带黑娜回家先抽烟 那结果她是好像是说带黑娜回家 冲凉先 对因为洗澡 在马来西亚我们说冲凉 对对对对 语意错误 对啊很多啦 像你们那个算数 我刚开始也一直听错 你们是真的都没有在讲万的吗 我不确定 可是至少我们家 或我们那个小镇 蛮多人是讲十千 二十千 三十千 对因为我们刚开始去 你解家的时候 就在讲说对面的房子 现在涨多少啊 怎么卖什么二十千 诶两百千 对就是在说数字的时候 对啊 我就说哦怎么那么难算 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要 他讲的都是澳币吗 我们本来就要乘以二十三的 哦我要先一百乘以两千 再乘以二十三 对我解释一下 好难算 我解释一下 就是在马来西亚 或者是在我们那个小镇 那边的时候 我们在数字的表现方式 可能跟台湾人会略有不同 各位数十位数百位数是一样的 还有前位数是一样的 但是到了万这个数字的时候 比如说一万 我们就会说十千 对啊你们很少在讲万的 然后对 十万我们就会说一百千 哦那一百万呢 一百万就会说一百万 不会说 为什么 这没有道理啊 为什么这说万就出来了 没有一千千之类的吗 没有一千千 对所以我妈他们在讲这些数字的时候 都会说哦 这个大概是五百千左右 哦那个大概是七百千左右 对反正就是之类的啦 就是跟你们家 刚才我会听比较多 对而且你没有发现吗 如果到了百万的时候 他们也不说百万 他们会说哦那个大概一个 米链左右 对对对对对 就直接又变英文了 对这就是 这就是马来西亚文化的差异 就是他们讲话真的是 广东话 哎你们是什么福建话 福建话 国语 英文这交叉着讲 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一直很怕我又一听不懂 因为我妈跟我爸 其实在讲话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是很容易 自然就会传插 福建话在里面 可是你应该听得有八九成 其实我八九成听得懂 我只是没办法很快的用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到那里虽然说我知道你 家人都听得懂国语 可是感觉跟他们讲就会 不自觉会想跑出一些腔调出来 其实这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 我来到台湾之后 我跟台湾人讲话的时候 会用台湾腔 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因为你比较少去到 对比如说东南亚国家 还是什么去用中文来 去跟他们对话 所以你比较少会有这种感受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这就是日常当中 每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因为我就是一个马来西亚人 在台湾生活 哦对啊真的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跟他们就是很想要用那种枪 可是我又发不出那种枪 对你要你需要再相处更多的时间之后 才才发的出来那些枪 我后来大概 比较人发的出只有那个疗 哦吃饱疗 对吃饱疗 对之类的啦这一些 对可是刚开始讲 就有点牢口你知道吗 因为毕竟我平常都没有这样讲话 需要时间来去练话一下 不是马上一步可以登天的 可是就是感觉这样讲话也比较亲近 不知道为什么 对啊因为 就是比如说我来到台湾 跟台湾人讲话 当然就是用台湾讲 讲会比较融为一体的感觉 你如果一直在用自己的强调讲话 当然可能刚开始会很有特色 可是 后来就会觉得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 哦所以你已经经历 这么久的时间的这种东西 对你看你这小蚂蚁 现在才经历这些事情 然后这九天的时间里面 因为我跟舞姨都住在我妈 跟我爸的那个公寓里面嘛 就是我们其实就算是一起生活啦 除了我们下午 比如说我们自己要去逛市区啊 或者是我们自己要去逛大阳路 这些景点以外的时间 早上一起床 晚上睡觉 或者说我们去家族旅游 都是住跟我爸妈住在一起 嗯 所以舞姨就见证到了 我变成妈宝的那一刻 你真的在家里就是妈宝 难怪你平时在台湾受我照顾 不够回家还要受到那么多照顾 你再给我讲一次 平常看不出来对不对各位 就是在看频道的时候 都是我在照顾舞姨 就是煮饭我在煮 洗衣我在洗 擦地我在擦 吸地我在吸 所有东西都是国王瓢瓣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做 所以你刚才有没有很不习惯 其实还好 因为我还是觉得这是报应 不会我对我来说 我觉得可能这跟个性也相关 就是我的个性 跟我妈可能会比较相近一些些 就是我们会把这些事情都把它做好 而且毕竟我已经离开家 可能超过15年的时间了 所以这15年以来都是 我自己在做我自己的事情啊 我觉得你妈比你更停不下来 啊对我妈真的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 对啊 而且她比较不会像你抱怨那么多 就是又要做又要抱怨 我有抱怨很多吗 哎哎哎 是蛮多的 哈哈哈 可是你妈真的就是一直在做哎 对而且我很知道 因为她很想要做 你知道你不要去剥夺 妈妈想要做的这种心 可是毕竟我们就是会不好意思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可是因为妈妈想做 你不要去剥夺她想要为孩子付出的这种权利 我不好意思第一次到你们家做客 就就把衣服都叫你妈洗 哦我跟你们讲 这个到最后 武娱做的超自然的 我们不是 没有好不好 我们不是之前在报告上面还跟大家讲说 哦我们如果去婆家 或者武娱来我家的时候要帮忙洗碗 我跟她一跟她千叮咛万叮咛说 你一定要做做样子啊 最后就先洗 因为我妈一定 你看这一次是我神预测的很多事情 所以我跟你说我妈会讲的话 她全部都讲完了 我跟你说我妈会做的事情 她全部都做完了 那个时候我就跟武娱讲说 你一定要做这个样子 你要把餐碗再收好之后 拿去后面 要开始洗 啊我妈只要一看到你开始洗 她就跟你讲说 啊放掉就好 是不是这样子 是啊 结果呢 然后武娱只有第一次的时候 她还问我说 那这个要不要拿去后面 然后我就说 你要拿去后面 你不知道叫我放车吗 没有 结果第二天开始哦 哦 因为我要先解释一下 我说我妈的家 她有一个中岛区 就是你可以绕去后面 你要洗碗 洗 洗叉子什么的时候 你要绕去后面 洗脸盆那边去洗嘛 武娱是直接从那个餐桌那里 直接转身 就直接放在那个洗脸盆里面哦 我放了以后才进去 哎我怎么放那么顺手 但是 她放的超自然的 就直接放在那里了哦 其实也不能完全怪我啊 你妈一直霸蛋的洗手槽 我每次只要一走过去 她就啊放着放着就好 你知道我也不好意思跟她说 啊不用我来啦 因为明明我也洗不干净 对因为我也洗不干净 所以我刚才讲说你也不要洗 你洗了我妈反而再重洗一遍很麻烦 而且说真的我们现在 因为我妈她们也很习惯用洗碗机 这一回事了 所以我们 对有一方面是我也不清楚你们家洗的 这因为我也 对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用 对啊 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洗碗机 他们是那种就是 国外内建在那个厨房下面的那一种洗碗机 所以我才跟武娱说 你至少要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先把餐盘这些东西 先收好拿去后面 冲一个水就让他过水一下 因为我们会放在洗碗机之前 会稍微过水一下 或者把厨余这些先倒一倒 结果没有了 她就是很智能就转头 就这样放在那里 然后就转回来了 至少我都还有收 收拾盘子跟你的 有吧 我这点都有做到 我不是放在桌子上就走 嗯 是有 倒是你真的很大爷 你真的是主场优势 你就只能放着 不收啊 我没有不收 你就不收 你就叫我收 我是要让你表现 你就叫我收 我是要让你表现 我那时候信心就要麻 你回去你就死定了 而且我就一直念他 我想说 当大爷去帮忙折衣服 当大爷去帮忙量一下衣服 他真的超嚣张的 对我就一直要 我是要 未来要让你表现 我用心良苦 我那时候真的想说 你回台湾你就知道 你看我是不是神预测 我就跟你说 我妈一定会做这些事情 呃洗衣服 那个倒 都是也是预测的 蛮准的 对 因为我就跟吴姨讲说 你东西不要带这么多 衣服这些东西 尽量少带 因为我妈一定会洗衣服 而且后来我们真的好多套 都没有穿到 对 对啊 因为我妈 因为回来你妈就洗好了 对 而且我妈的想法是说 不要让我们这么辛苦 然后飞了十几个小时 回去之后 然后还要再洗好几趟的衣服 她说 我衣服 真的洗一洗 但晚上就干了 所以每天晚上 我们一回来之后 我妈就拿桶子出来 就放在门口 讲说 哎你们把这张衣服放在这里 然后洗完之后 我们晚上可能出去完 回来之后 衣服就已经折好了 我只能说 你妈真的是闲不下来 对 她就是闲不下来 所以我说 你不要去剥夺我妈想要照顾孩子的这种 我后来也在想说 她是不是要 有种想要弥补你 就是平时都没照顾你 可是后来 就是 观察一阵子以后发现 哎不是她对所有人都是这样子 对 她的个性就是这样子 对 她就是要把所有东西都把它做好 对她不是说 因为你久久回来才对你特别照顾 我在想说 她应该平时就是对你这么照顾 因为这从另外一个地方 也看得出来吗 因为 最明显就是 有一种恶 叫做妈妈觉得肚子恶 对 我这一次回去的时候 我妈疯狂的喂食 因为我妈她会觉得说 我在台湾吃不到很多马来西亚的料理 因为他们 可是她有时候给我们吃也不是马来西亚料理啊 她就是会准备很多吃的 比如说因为我们小时候 就是从小喝到大的美露 美露 她每一天她都要泡给我们两个人喝 然后一早起来就说 你们要咖啡还是要美露啊 对 然后做完之后 结果后来就说 那有没有吃蛋 对 要不要吃蛋 吃完蛋之后 我这边还有起司蛋糕 那个吐司我烤好了 你们要不要吃 啊我还有那个牛油果 酪梨啦 对 你们要不要沾酪梨这样 哇我就想说 到底出到第几道菜了 他non-stop 他就是准备好非常非常多 而且你们不要以为是只有早上而已哦 这晚上 有可能我们在市区里面 因为太阳比较晚下山 我们回到家 可能是晚上10点多 11点多这样子了 然后他就想说 哎你们在外面吃饱了吗 我有炒面线哦 没有炒面线 那时候我回来我也有吃 因为我是觉得真的好吃 而且我妈已经先讲了 而且口味的确跟台湾吃到的不太一样 我要先说 那倒上来是真心的 好觉得好吃 对 五一吃的马来西亚版的炒米粉 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 我原本想说吃完了就没了 结果 哎 还有饼干 啊就饼干完以后 好像是你爸爸 又说哦 那个 今天下午有去买 那个你们马来西亚的糕点 对就是贵 都啊那个你们要不要吃一个 你知道人家买了 我也不好意思不吃 但是我当下觉得 我真的很饱很饱 可是就会疯狂的 一直有食物 一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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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说 我们再不早时间回房间 我觉得我们会吃不停 哈哈哈 有非常非常多东西可以吃 就是有一种 饿家妈妈觉得你饿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 是完全的证明说 我在家里 就是从小的习惯 就是吃完正餐之后 就是会吃饼干 这个我也要讲 因为爱文每次在台湾吃饼干 其实长期在观看的观众 应该知道 他每次吃饼干 我都会骂他 我说你看你吃那么多 你还吃那么多饼干 你猪哦你 没有我就跟他说 就是吃完正餐之后 就是一定要吃饼干 这就是另外一个味 我说我都说肥死你 就这是在澳洲的时候啊 我们也是有一天 好像也是家族旅行那天啊 对也是吃很多 就吃完晚餐 没有没有 你要先说 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 哦我们买东西的时候 因为我们家族旅游是 Rod Trim嘛 然后我们是租一个B&B 所以我们要去买一些食材 什么东西 然后那个时候 我是带五一进去 Coast那边逛 就是他们的潮湿 像全链这样子的地方 啊一进去 他刚好在那个 Oreal特价 我上个礼拜 是有讲 我有讲这件事情吗 就是他们很常 特价这件事情 你有讲到 对 然后就看到Oreal特价 我就想说 天呐 铁吧 怎么这么便宜 对啊 我说便宜关你屁事啊 你吃的饼干还不够多吗 你加那么多饼干 然后我爸就默默 从后面冒出来了 对 所以我讲完这句话 他爸 那个爱爸 就突然从后面冒出来 啊便宜啊 多买一点 还有我那个话 才刚骂到嘴边 又收回来 然后结果 整个家族旅游 还有就是我们在家里面 在用餐完之后 一吃完正餐之后 就会发现 我跟我爸都在吃饼干 对 那时候就是我正在也是又要讲爱文说你还你还吃得下哦 你是怎么吃那么多饼干啊 就一转头 眼角的余光就飘到 哎 爱爸跟爱妈手上也在吃饼干 我想说你们家真的是 而且你们有发现 跟他们比起来 我已经相当的克制了 我会吃的 我就会停 他们是没有在停的 对 他们真的没有在停 他们是吃完Oreal之后 然后就去吃Arnold 就别的饼干 然后吃完之后又在啃花生 对啊 跟这爱爸有解释啊 他说好像是因为他以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 就很习惯这样吃下午茶 对 然后就把这习惯带回来 然后就 对 就变成你们家都这样子 可是我看你姐好像还好啊 我姐可能怕胖吧 哈哈哈 啊你不怕吗 所以我比较克制啊 这没有他们这么的方式 所以我才说 我在台湾的这几年里面 就一直的被无一虐待 因为他都不让我吃饼干 他都会念说 啊你要吃几片 你只能够吃两片 因为我原本觉得你真的吃太多了 你现在 因为观众其实平时看到你抽屉拉出来 一整个抽屉都是饼干也觉得很多啊 但我现在去过他家以后我释怀 其实真的还好 是不是 对因为他们家桌上永远有 无止境的饼干出现 对 就快吃完之后他妈就是 啊今天我又去看到半价 我就买了两个 对对 我平时没有这么爱买的 可是今天就 我想说屁 平时干嘛整天都在买 所以比起来你现在可以了解我的背景 对 你现在有没有觉得你过去十年在虐待我 你在剥夺我吃饼干的权利 好以后会让你适度的吃 其实我有发现 就是回来之后你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在特别阻止我 你是有刻意的在hold住不要阻止我吃饼干这件事情 没有因为就其实后来理解 因为你们真的是从小就习惯这样子 就像人要喝水一样 诶这个举例有点烂 但是就是不要吃那么多啦 对啊 那就是你们已经一个习惯 就像有人饭后喜欢的甜点 而且你看我吃就是我会克制啊 我就是吃两个 你那叫克制吗 你以前是直接饭后就一条 一条小花饼 对啊很扯 我现在已经很克制 因为现在那个艾草送的 那个小花饼都是一包装这样子 一小包装 所以我就限制我自己说 我吃完那个小条装之后 我就不会再开心的一包 可是你除了那一条以外 你还有Oreo一包 还有另外一个一包 你大概有三四种饼干 所以我三四种都拿各两包出来 你看 你们听是不是真的很扯 但是在他家就很稀松平常 对在我家真的是 只能说他在家 因为有足堂游士 我也不好意思讲他 他就是所有的话要念到一半的时候 对我都念到一半 有一次 有一次那个讲什么 你骂我什么 你才恶心 我也忘记什么事情 反正爱文就说你超恶心的 就我就回答你才恶心的 你全家 后来说我好像全家都在旁边 全家人在旁边 他妈不出口 吃酪梨的时候是不是 好像是啊 对因为我个人不喜欢吃酪梨 但是我家人也喜欢吃 然后吴姨也喜欢吃 所以他这一次去到澳洲之后 我就跟他讲说 澳洲很多的酪梨 你可以吃到你爽 其实澳洲这点我还蛮喜欢 他酪梨很便宜 而且很多 还有什么蓝莓啊 什么红莓 对很多 那些也很多也都很便宜 对然后结果 回来台湾之后 那天我们去逛水果行 就想说 诶要不要怀念一下澳洲的日子 我们去看有没有酪梨在卖 因为我确定 台湾有在卖奇异果 但是酪梨 我没有仔细留意过 结果真的有在卖 有在卖啊 但是呢 它的size 大概是澳洲 酪梨的大概20倍左右 它也有小的啦 是不是刚好发育 比较好的吧 它全部都超 我觉得品种差很多 澳洲都是小小颗的 没有没有 我觉得品种应该有不一样 我不知道七开来里面到底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反正那天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妈也爱吃酪梨 然后我妈就一直要 她很爱强迫我去尝试新东西 对 她就是有什么东西都叫你吃一下 对她什么东西 她就讲说 我今天去买了什么 你吃一下 你先试试看这个 试试看那个 而且我觉得你妈也很爱讲说 有些东西你只是心里有芥蒂 你吃过以后就觉得没什么了 对她很爱讲的话 她常常这样讲 然后我每次都跟她讲说 没有吃过就是很难吃 就大概跟榴莲是一样的道理 你真的就是死小孩 在跟妈妈讲话 对 然后那一天 就是我妈她去到澳洲生活的这几年里面 她也是很喜欢吃酪梨 然后她就有酪梨 她就起开来讲说 诶你要不要来吃吃看 我说我不要 然后五一吃了就是想说 哦好好吃哦 诶 我原本就会吃酪梨啊 但是我主要是打牛奶 有啊 我本来就有吃酪梨啊 因为那个Costco它可以加酪梨 哦 OKOK 没有但是我酪梨通常比较多是在用牛奶 就是打酪梨牛奶 可是你妈那天是给我蘑菇酱 我就说诶 发现一个新天地 突然就觉得这样配还蛮好吃的 可以直接抹在面包上面吃 然后五一就吃 哇很好吃 我就说恶心 他就说 你才恶心耶 你全家都 然后他就不敢说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大笑 对 发现全家都在旁边 然后我还有预测一件事情很准 就是我们去大洋路的时候 因为是夏天嘛 所以非常晚才天黑 大概八点半左右 然后我们看完日落之后 其实大洋路到我妈家 开车大概三四个小时 没有啦 去的时候五个小时是因为我绕海线这样走 回来的时候我没有绕海线 其实大概三到四个小时之后就会到了 但是我也很确定的知道说 回到家一定很晚了 你知道以前小时候不懂事的时候 你就会多晚都不要管他 就跟朋友出去到三个半夜啊 怎么回来这样子 然后以前小时候我妈就会等到我回来之后 他才安心的睡着 但是长大之后你就 哦是不是 所以长大之后你会 你开始懂父母心之后 就比较不会做这种事情 所以那天在回去之前 我们差不多晚上九点半 大概十点钟要开车回去的时候 我就已经先传简讯了 我就讲说不要担心 我们现在才刚刚要回去 预估大概什么时候会到 然后就先跟他们讲清楚 不要让他们担心 长大了比较乖的懂事了 对啊就是长大之后才会做这种事情嘛 所以我想说你们先睡觉啊我们大概预计几点钟会到 然后快到家的时候我就跟吴姨讲说 你相信吗 我妈绝对还没有睡 他就是会躺在床上 然后他就是没有睡着 他只要听了一点声音 他就会起来这样子 然后走到门口的时候 我想说我跟你保证 我一开门之后 我妈就会走出来 结果没有 我一开门之后 他已经站在那个门口那里了 然后他就开始讲说 啊你们饿吗 你们吃什么东西 你们吃什么东西 要不要喝两杯美露 就立刻就又开始又又习惯性那些问题就出来了 对对对对 但真的很窩心啊 你有没有感觉很久没有体会到这种感觉 老实说是真的有啦 因为不管你多晚回家 都有一个人在那边等你的感觉 我也你平常很晚回家 我也都在等你啊 没有啊你直接睡觉啊 而且你有你通常你都不会 你会讲说哦你很晚回去哦 那那我今天不去你家睡了 我哪有讲过这种话啊 我都说我先睡我在家里等你 没有 但重点就是我们在台湾很少分开行动 哦也是啦 比较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这就是我当妈宝的九天时间 应该还是觉得蛮不错的啦 是蛮不错的啦 对啊被妈疼爱的感觉 毕竟机会不多嘛 那不用讲的这样子好不好 是真的啊 机会就真的是不多啊 所以今天叫你要好好孝顺 所以你明天是要再跟我一起回去是不是 诶我们什么回事到这里 我是OK啊 因为我这次印象是真的很好啦 因为除了你家人之外 你的那些表姐啊 二表姐啊 大姐啊 大姨啊 真的也都很棒 就说真的 而且感觉很温暖啊 而且五一竟然跟我的那个表外生子 成为了表外生 就成为了BuddyBuddy 对啊 因为一进去 他就热情的拿switch来招待我 哈哈哈 因为他叫我表舅 嗯 他就叫表舅 然后他就拿那个switch过来 他就要跟我玩switch 我想说完蛋了 我不会玩 然后我就叫五一求救我一下 对啊 然后五一就跟他玩起来 就哦 两个成为BuddyBuddy 二姐那时候还想说 啊 我是不是就是只是礼貌性陪他玩啊 还是觉得对我不好意思 殊不知我玩很开心 对 而且在大家族聚会的时候 因为就是大家会自成一一组一组 这样聊天嘛 就一个圈子一个圈子 这样聊天 然后五一就跟我那个小表外生 就在那边打电动 然后哦 然后哦 他们就要去上厕所 回来的时候 他妈就是我表姐嘛 就讲说哎先进来啊 因为他们是在外面上厕所 就他先上完他先出去了啊 对 然后结果他没有 他才五六岁的 嗯 他就在那个厕所门跟我讲说 我要等五一 这一段我是不知道啦 我听了我想说哦 你们所说变得这么body 起来 立刻bodybody 这样 对啊 小朋友的感情就是建立在游戏上面 对 好啦 所以以上就是这一次 五一去澳洲之后 对我家人们的印象 很棒 都算是好的印象吧 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 没有啊 其实老实说是真的都很好啦 没有什么不太好的印象 嗯 除了就是你的主场优势 有时候会让我有点不爽以外 哈哈 没办法 你也可以发挥一下你的主场优势啊 什么时候我们去你家 就我没有主场优势啊 你看我那弟弟多叛逆 哈哈 没有啊 那扯后腿 除了你弟弟之外还有其他人啊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你家一下 让我感受一下 就是五八五吗 感觉好像也没什么主场优势 哈哈 那今天的另外一些耳闻事项 我们就稍微提到一下 因为在上个礼拜 哎好像就是我们发布报告的那一天 还是隔一两天就发生了 土耳其的大地震 而且是一个7.8级的浅层地震 我相信应该大部分人都已经知道了 但是 我想说的事情是 我们一直说土耳其大地震 其实不只是土耳其 它其实是位于土耳其跟叙利亚的两国的交界处 合计起来超过 我那一天看的时候 好像已经超过1.2万人身亡 然后5.8万人受伤了 真的很多哎 很严重的灾难 对啊 就是天灾 所以我们就是跟大家一起祈祷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被救援出来 虽然说不能够预测 但是我们好像最近这个时代的人真的就活在一个比较容易发生地带的一个年代里面 它就是有一点像一个周期性这样子 因为专家们他们都会预测嘛 比如说百年大地震啊什么 它好像就是会有一个周期性的循环 到了几年之后就有可能在哪一年到哪一年之间就容易发生大地震 比如说就有专家就预言说2030年的2040年之间发生九级大地震 呃的几率会比较高 而且有可能会诱发富士山爆发 富士山哦 对富士山日本的那个东西的那个富士山 喝口湖的富士山 它是一个火火山哦 我知道啊 蛤我蛮想爬富士山的 应该要快点爬 可以 对啊在2030年之前 当然我们是希望它不要爆发 因为它如果爆发起来会是蛮严重的一个灾难 富士山已经成为一个观光旅游景点了 它现在啊我们今年我应该会规划去爬富士山一趟 会在今年发生的事情 如果我们很幸运的成型的话 就会在今年可能大概七八月份的时候 会去爬一下富士山 而且如果真的大地震 然后诱发到富士山爆发的话 你想看它周边的那些 九级是真的很大 你看这次也才七点八级 没有七点八级已经很大了 而且还是浅层 你现在才说那个专家预测那个是九级 对 所以我我我我我无法想象 对我也无法想象 我人生中好像没有 我记得七级就是你真的是站不稳那一种 因为我们平常我住十楼嘛 有时候感觉到小小级的地震的时候 都已经觉得还蛮晃的 四五级你应该就觉得蛮晃的 四级啊三四级 我来到台湾感受到最深刻的好像是 上次我们在高雄的时候 我们住成一酒店的前一天 对 就是那几天的时候 我连开车在马路上面都会感觉到有晃动的感觉 那这是真的还蛮大的 所以我也想到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要准备防灾包这件事情 有听说过啊 但是真正有准备的好像还是少数吧 我记得我有一阵子 大概来台湾的前面几年吧 因为台湾比较频繁发生地震 我有拿一个包 真的是放 饼干 有饼干有罐头 然后他把我所有的身份证件都先印起来 然后你有做到这样子 我就是我忘记那时候是看到哪里 马来西亚不是没有地震的吗 就是因为马来西亚没有地震 所以我来到台湾之后发现地震蛮频繁的 所以我才做了这件事情 是这样子 这里面有放水有放食物 还有证件的影印本在里面 就是万一 如果发现什么比较强症 还是什么天灾的时候 就是可以拿了就跑 或者是至少里面有一些东西可以保命这样子 但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的我对台湾的地震越来越习惯了之后 这件事情早就已经不知道跑在脑后几百公里 对啊 我觉得台湾人好像看到地震通常就等他结束 对就等他结束 有一句话我印象蛮深刻的 就是之前在看那个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里面的时候 因为他的那个弟弟就是有经历过唐山大地震 然后到长大之后 他自己创业之后 有发生地震的时候 他办公室的人就很惊慌 他就说 往外跑吗 他就说不用慌啦 小的地震不用跑 大的地震你跑不了 你也跑不了 对 其实这句话也是蛮有道理的 但是如果真的有准备 这一个防灾包 应该还是稍微有利用 对啊还是有点防范意识啦 各位也许可以准备一下防灾包 我会差不多该去更新一下 去看一下里面应该食物都全部早就过期过了 虽然是罐头食物 但是应该已经过期过了 还在吗 我记得我放在以前的一个 很早期买的一个登山包里面 我那应该真的有可能不见了 对然后里面的证件影音本什么东西 早就已经过期了不知道哪里去 因为护照也换了嘛 然后居留证也换了 对也许可以准备一下下 但是我们就是跟大家一起祈祷 希望更多人可以生还下来 对就一切平安 尽量不要发生什么重大灾害 对啊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听众赞助的抄袭留言时间 首先先感谢匿名者 每个礼拜没有留下名字 也没有留下赞助的留言 谢谢 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谢谢匿名者 那接下来是星耀 也是每个礼拜留下欢庭 谢谢星耀 谢谢 那下一位是Gary 这一次里面有两位Gary 我不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 但是应该是同一个人 第一则里面他写的是 这一期播出的时候 应该是开学日 所以我在前面的时候才会提到开学日的事情 这个学期即将要面临新的人生选择 早已经被问五十五次毕业了没 未来要做什么 但是笼罩在 麻乱迷惘 对于未来恐慌不安的我已经没有自信性回答这一切关心了 这应该都是一些亲戚长辈比较常会问到吧 哦 我通常就回说怪你屁事 对啊 真的啊 刚开始 当然还是礼貌性的会回答 那个问久有时候真的有点烦 你知道吗 我懂 没有 可是我后来也能理解了 其实他们说那问了以后 他们也没有特别记得 他们就是习惯性的 就是习惯性的 对就像你结婚没啊 怎么结婚啊之类的 可是就会造成别人的压力啊 对 所以现在已经有些比较事项的就知道 有些事就不用过就算了 要不就不要一直问 对 但是其实我每次遇到这种问题 当然有些事真的是关心啦 但是我觉得过多关心 真的会给人家一些压力 还有啦 就是你要看跟那个亲戚熟的程度 比如说我大一问我 我就知道他还是真心的在关心我 因为你们自己知道自己熟的程度到哪里嘛 对啊 通常在问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老实的回答 如果真的没有想到 我还没有想 就顺其自然啊 就这样子 因为如果真的只是习惯性的问话的人 其实也是打哈哈 这样就过去了 对就打哈哈比较多 但是我是觉得 如果你自己心里面可以有一个底 有一个目标的话 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啦 至少知道自己目标在哪里嘛 对啊 那接下来写说 只觉得充满压力 其实很羡慕你们可以在遇到难关的时候 互相扶持倾听 有一个弱弱的请求 不知道能不能够请爱尔文 和武艺说几句鼓励的话 最后祝福情人节快乐 哦呀这个礼拜 就是明天 就是情人节了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 可是他是要叫你讲祝福的话 鼓励的话 对啊 鼓励的话 就是像前面提到的啦 其实这就是一个人生的过渡期好了 其实应该都有经历过吧 你也有经历过 我也有经历过 对啊 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过 然后就这样子走过来的 就是度过学生时期的人 对啊 然后会被问也是正常的事情 对啊那时候真的有时候会比较迷惘 不知道未来要走什么 但是 就是传到巧托自然之 其实我觉得不用特别有压力 当然我们现在是 现在这个巧托回头看 说没有压力是骗人的啦 那时候一定会有压力啦 但是就思考清楚 在出发啊 而且如果你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的话 你就是努力的 用你自己所有的力量 去往那个方向去走 其实到最后 不管未必如愿的 往你要走的那个方向去走 但是也无所谓 至少你已经努力过了 对啊 而且我觉得 他应该还很年轻吧 我觉得其实多尝试啊 真的也不要怕失败啊 对啊 因为我跟你讲 人说真的啦 人生没有什么 泰文他前五年的工作 他也没想到 他后来变成YouTuber啊 对啊 人生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了 今天你走的路 虽然有可能跟你预想的 不是同一条路 但是也没关系 因为未必不好 也未必不好 对啊 走到最后 总是会走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路 最后送给你 李仲胜的一句话 我记得他之前 不知道在哪个访问里面 还是在 好像是在某一个 代言里面有讲过 可是我就蛮有道理的一句话 他说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读书啊 考试啊 开学啊 学习这些东西 都只是人生的 其中一个阶段而已 都是这个社会框架底下 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走过了 你总是会走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人生出来的 没错 我还是真心的希望 你可以在学生时期里面 找到快乐 对啊 也做过你一切顺利 就开开心心的过吧 那接下来第二则写的是 就知道爱尔文 一定会去看台湾灯会 同一天礼拜四 我也有去 展区里面有需要分好几天 去年在自己的家乡举办 就是高雄嘛 那今年则是在 离乡背景的地方 赏灯的心境完全不同 但是共同点是 走到脚很酸 而且对自己的手机 夜排很不满意 我们今年这样子走 的确是一个晚上走不太晚 我们已经算是比较走马 看花的形势在走 但是我们是下班之后 用晚餐之后才去看灯 所以时间大概会做到 大概八点多吧 然后我们又不想要太晚回家 所以一个晚上要走完 所有四大区域 有点难 对 那你对你的手机夜拍满意吗 我觉得还不错 我那天晚上拍摄都是用 Pixel 7 Pro拍的 我觉得你那天拍的好像比我的三星的好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三星 他夜拍平时蛮强的 你要说清楚哦 是S22哦 对啊 我现在用的手机是S22 Ultra S23我不知道哦 算对啊 因为S23 Ultra在强调夜拍这件事情 哦是哦 对 但是因为 其实他也没有不好 只是我不知道他们拍主阵的时候 好像都会曝光比较多 你有看到吗 哦你可能要点主光那里 我点了 哦是哦 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三星 往往就是你在拍摄的当下 跟他最后的成像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他后面会做很多的后置处理 哦是这样子哦 对 我在当下 根本我就觉得那个 兔子太亮了 对而且今年很可惜的是 因为 哦 S23发表会的当天 我人就在 末尔本飞回台湾的飞机上面 哦 所以没有办法参与到第一手的消息 就现场之间末世纪 你后来记者会不是有趣吗 你觉得他夜拍真的进步很多吗 我自己感受起来 因为我有测试一两张照片 的确是在调色上面有变强啦 但是因为那个就是官方设置的场景 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真的会去使用的场景 但是我觉得好像跟Ace 22没有差距太大 哦不知道 我自己感觉啦 我是不知道 他没有让我有迫切想要换机的冲动 如果我有拿到观光机 我再测试这个跟大家分享好了 好吧 对 所以不知道你在用哪一台手机 但是我觉得Google的Pixel 7 Pro 拍起来夜拍还不错 iPhone应该也不错 iPhone就是平均的90分这样子 对啊 可是三星平时也很不错啊 我不知道我们那天拍 感觉那个主灯拍得起来 效果不是那么好 哦 好哦 这是五一的想法 因为不是我那天没有 没有人啊我有用啊 我也是心粉耶 只是我那天拍 我真的觉得 为什么我拍不出来而已 有气 你说专业模式那种 不要跟我讲 我是按自动的 呃他是他是一般民众 对对对我是一般民众 所以谢谢Gary 那下一位是小悦儿 我们的强告 他说再过一周 又是马来西亚学校的年终假期了 哦年终假期 现在有在加放假是不是 一直到3月13号才开始新的学年 你到底是不是马来西亚人 不是 他这个听起来就不是一般的学校啊 就是已经是可能是 比如说大学或者是college 这样子的学校了 我们从小到大 就一年级到高三毕业 都是1月1号为一个新的学年 啊对我们都是 那天好像有听你表姐他们讲 对因为台湾 台湾就是9月份为一个新的学年 对对 然后澳洲是4月份 他们好像我忘记了啦 反正也不是1月1号就对了 对 所以我们才说真的好怀念马来西亚 就是算了 很好算 就是用年份来去区分就好 我叫你大爷来讲一句很好笑说 哦你们也怀念马来西亚的时候 哈哈哈 接下来他写说我也可以一起的放假 大家开工愉快 但这个礼拜留言是假期的要注意身体哦 谢谢小月儿 那放假就好好的先休息吧 接下来也是常课Oliver 他写说马上要开学了 你看所以我就是在贴留言的时候 在想说哦原来大家都很在意开学这件事情 我会比较压意是收听我们观众的爱草 有那么多是学生哦 我们也是很年轻化的啊 嗯那倒也是啊 为什么要装娃娃音啊 哈哈哈哈 你听得出来吗 哈哈哈 那之后马上就要开学了 一想到就好不想要上班 诶他到底是学生还是上班 就是未必是学生 可能他的工作是跟学校相关的 哦 学校的行政人员那些 诶你最近思考逻辑都很清晰 你怎么突然变聪明了啊 是你最近怎么那么笨啊 你从澳洲回来以后就变聪明了 可能有妈妈的滋润 哦真的耶 你是不是要常去啊 诶我可能没有那么多钱买资料 可是我去澳洲回来我就变笨 哈哈哈哈 我至少是分给你了 因为我觉得你要自己去检讨 虽然食欲有渐渐的恢复 肚子也会在该肚子饿的时候有反应 但饭量跟以前比起来还是有一段差距 没关系啦 饭量可以吃少一点没关系 肉类吃多一点就好了 嗯 淀粉少一点OK啦 嗯 那这个礼拜的身体好很多 也有恢复去健身房的次数 希望借此能够重新的调整生活的作息 不然过年真的是作息大乱 欢迎 我们今天也是久违的三年 对我今天今天我们要给我们两个自己一个鼓励 对我们两个今天下午 久违的跨别三年之后 我们再上优养课 就是body combat 差点又去不了 因为在出发前那一刻才说肚子有点饿 你确定不要躺一下吗 但是我们还是动成去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值得给我们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而且我们上完了整整的一堂课 对虽然不算什么 但是请跟自己比 因为我们以前的以前的时候 我还在新竹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都是那种会连续上两堂课的人 就是上完body pump 然后再上body combat 这些 然后或者是在加重训之类的 现在想想那时候真的体力很好 只是我回来台北之后 好像有一次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还只上上三首歌我们就出来了 对啊后来又因为疫情嘛 就更没有去 但是今天我们就上完完成一堂课 而且我觉得今天上的状况还不错 老师我觉得腿有点重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今天的状况还不错 可能刚好我上个礼拜也有稍微做一些重训 然后也有做一点点的有氧 但的确要慢慢找回来 因为毕竟我们也要开始安排 摆月啊还有你如果要去爬富士山的话 对今天 那个体力一定要有啦 对所以我们现在在开始训练中 对啊爬这种其实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没有好的体力的话是真的很难爬 对会拖累别人 所以我们跟你们一起加油 还是我们应该要开一个就是什么 什么群组之类就是大家 立志班嘛 对立志班 那互相鼓励一下 我今天有去运动啊 你已经运动了吗 什么的 你知道就是互相鼓励一下 后来说我有去运动了 其实正在在家里 那躺着在看电视这样 或者是结果就整个群组 很多人都没有运动 结果就变成什么 什么Netflix分享群组之类的 我觉得比较有可能 好啦恭喜Oliver 也希望你的生活可以回到正常 那我们就一起互相加油鼓励吧 加油 那最后一位是威的嘎嘎 这个礼拜也有来 他写说 爱尔文还差几集就听到最新的集数了 养成赞助的好习惯 很棒 非常好 爱尔文51001加油 在男友生日当天抽一番 一番赏抽到B赏 我知道这个你看不懂 对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去地下街的时候 不是有那种花200块 或300块去抽那个 福袋吗 啊你要解释成福袋吗 他通常就是一个 一个桶子你去抽 抽起来看他是A还是B 所以CD E 啊最烂的就是那种比较多的 有可能是杯子啊 滑鼠电啊 就比较烂的讲 啊A赏和B赏 还有S赏那些 就是比较好的玩具就对 哦所以A B是算前面名次的 S是最高级是不是 呃因为我也很少抽啦 我不知道他没有再细分 可是通常是这样分没错啦 哦所以他就是算 不错的咯 算蛮好的 哦OK 恭喜你 没有什么在抽一番赏的 我吓死了 我的一番赏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受刑的好运 分享给我了呢 在吃生日餐的时候 给男友听留言 得到一个爱心好开心 哦因为我们在上周的时候 把他拧出生日的祝福 啊希望能够跟威 继续一直吃第二个 第三个生日餐 也希望地震灾情的人们 能够顺利的度过危机 没错 没错 对也是 祝大家平安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 拿一个耳闻 是这样来去提这件事情 就大家一起 对也祝福你们有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生日餐 嗯 可是到后面的时候 生日餐会越来越难找哦 会吗你有这个困扰吗 有啊 我压力都很大每年 真的哦 嗯 你压力不大是不是 那我期待 我压力超大 哈哈哈哈 就是在一起久了之后 可是啦 因为我们两个对吃还好 所以生日餐还好 就是生日旅行 压力比较大 嗯 毕竟去年五一 我还是要强调一次 他去了银山温泉嘛 我也在想说二零二三年的九月份 爱尔文生日的时候 不知道会不会去个冰岛还是瑞士啊 龟山倒温泉之类的 我就给你两巴掌 跟你讲 好啦 所以以上就是这个礼拜所有的留言 感谢大家的参与 但这个礼拜听说 在台湾有寒流 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天气 记得千不要把后面被那种事情收起来 搞不好还是需要用到的 虽然这两天天气很好 对以上就是今天这一集的Podcast 祝大家星期一早上班上课愉快 欢迎听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代言 相邀 可和 现在 在序盒 查询 是 替 非常